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一个名字 夏威夷果 只要撬开它厚厚的硬壳 就可以吃到里面香脆白嫩的果仁 可是你知道吗 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澳洲坚果 之所以各个果仁都很饱满 那是因为在收获时 种植户会有一种很巧妙的筛选办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 读到 你看 你这赶上我们风修的志节 这山上都是坚果的山 对啊 挺不许坚果 品种相当好 你看 这么多的果子 高处的果子怎么窄 高处的果子就是这个耙子 你看 这是这么够的 给它勾下来 这下过雨的地还是好 一到收获的季节 全家老小都会涌进坚果园 把这雷雷社果早早采收回家 他们会靠着比赛的方式 抓紧时间抢工 为的就是保证着坚果的品质 你知道你剪的这是什么果子吗 小朋友 坚果 坚果 好聪明呢 它名字叫坚果 它名字叫坚果 种植户们对坚果的喜爱 就像是爱自己的孩子一样 这一串串青色的果子 就是澳洲坚果本来的样子 你看 这么大 这个肯定熟了 来 我这个牙齿 这个就是熟了 你怎么盼着它熟了 你看 这个弄下来 你看 我给你示范一个 这个果子它食了 它里面这层果皮 它是黑褐色的 咬啊 你看 这么硬呢 对 你看它这黑褐色 这么硬呢 坚果坚果肯定要硬啊 你看 这个是黑褐色的话 它就成熟了 你看 那你摘下来就得先咬一个 看看熟没熟啊 对对对 澳洲坚果的果仁 有两个保护层 一层青皮 一层外壳 种植后会在整片园子里 随机挑选几个果子咬开 如果青皮内壳大部分变成黑褐色 这就说明园子里的澳洲坚果成熟了 这就意味着 要在24小时内全部采收完毕 不然就会有大麻烦 记者有些纳闷 不就是收过果子吗 为什么要这么着急呢 如果时间太长的话 它就影响到那品质 这坚果的青皮和外壳加起来 一般都有10到11毫米 有这么厚的保护层 怎么还会影响它的品质呢 因为它温度高嘛 高温高湿 它就会发热 就是一个挨着一个 对对对 它就会发热 发热后它就发热了 然后就影响了品质 还有一个原因 可能是因为咱们早上那么早去采 还带着露水呢 上面都 对 它湿度就相当大 湿度就很大 它就能力发酵 发酵后它就病制掉 把青皮果入仓 这还只是第一步 要在24小时内 必须完成的环节 还有 为青皮果去皮 为了赶时间 种植户连夜去皮 是常有的事 因为我们的果不能过夜 为什么不能过夜 它那个水分太高 有越发酵 会把那个果破坏 必须在那个24小时内 把这个青皮给退掉 这么严格 必须24小时 对 正式坚持了 在24小时内 完成收果和去皮 保证了澳洲坚果果仁 不变质 可是 澳洲坚果是丰收了 新的南皮 摆在了眼前 这青皮 一堆堆的像小山一样 该怎么办呢 这个壳 现在大概它是个什么比例 青皮比例 就占到55% 等于是我100斤果子 就有55斤都是壳 就能够变成好肥料 重新回到坚果园中 这个壳 这个壳有什么成分在里面 主要的还是就是 蛋铃甲里面的养分 其实就是树体本身带的养分 青皮变成营养回归土地 既消除了污染 又改良了土壤 还能够降低 种植户的种植成本 真的是一举三得 这退了青皮的坚果 在加工之前 还要经过一道 非常严格的筛选环节 而辨别的办法 也很让记者吃惊 一天你那么多麻袋的话 都有人出差一遍 看着这个就是 经营奇迹的时候到了 还要经营奇迹 有什么办法你告诉我 好 先拿一款水来试一下 不用撬开坚硬的外壳 光凭一缸水 就能判断出坚果的品质好坏 这让记者有点不大相信 这是一个鱼缸 里面养满了水 我第一反应是要养鱼 不明白你 整个弄这么一缸水 到底有什么作用 等一下你就清楚了 可以了 可以了 慢点 马上就知道了 这一缸水 竞争奇迹的时候到了 竞争奇迹的时候 好 这果子怎么 有的在下头 有的在上头 这有什么讲究吗 这几个果子是不成熟的果了 不成熟的果 对 对比一下 你知道肉饮是分不出来 它到底好坏 对 你也放在水下面 你看 你看 就靠这个水能碰到它不成熟 对 我有点不太相信你说的 咱俩破开看看 看看你说的这个对不对 是不是真的 对比一下 有没有区别 对比一下 对比一下 我们说的话 这个果 这个果是它水分就高 水分高的话 它又经过高温 它就会萎缩 萎缩以后 它这里就会有分析 有分析的话 这个果它就浅了 对不对 它就浅了 然后成熟的话 它就重量就在 然后它就往下沉了 所以刚刚说 我们的那个法宝 是有科学预计的 带壳的坚果放入水中 通过它们的沉浮 就能辨别出好坏 更有趣的是 同样用这一缸水 还能够辨别果仁的好坏 来 试一下 还用这个缸啊 对对对 还认里头啊 这个套路太深了 套路它已经用过了 不新鲜了 我知道了 你猜到底是谁好 我这个你看一下 成熟的好 还是不成熟的好 刚才已经告诉我了 成熟的一定好 这个缸机就反过来了 反过来了 果仁的话就反过来了 因为这个果仁的话 它是有这个 烫水化合物 转化为这个油脂 油脂的密度 要比水的小 所以它就飘起来了 对对对 它水化合物太高的话 它就往下沉了 你看 这些就是不好的 相对来说 对对对 就相对品质稍微差一点 对对对对 筛选出来的果仁 经过加工分装 就可以直接运往 全国各地了 澳洲坚果在云南的开花结果 填补了我国没有澳洲坚果种植的空白 也让云南省的林仓市 成了全球重要的澳洲坚果育苗基地 我们就只说林仓现在已经超过了世界其他国家种植面积的总和 林仓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主要的种植区 然而能让品质优良的澳洲坚果在林仓开花结果 是很不容易的 第一颗澳洲坚果的价格苗是1979年 到了这个广东的占家 早在40年前 科研人员就想着能让澳洲坚果在我国扎根 然而刚移载到我国没几年 就出大事了 四五年以后遇到林仓这个巨大的台风 所以已经连根拔掉了 这澳洲坚果有个特性 它的那个根系不发达 它怕台风 树倒了以后 专家一看才发现 澳洲坚果的主根不发达 80%的根都分布在地表40厘米左右的浅层土壤 这根扎不深就站不稳 当然就经不住沿海地区的台风天气 既然经受不住台风 这就逼着科研人员 重新为澳洲坚果 在中国寻找适合的种植区域 本身它是在亚热豆腐 那我们应该有大量的这样的 我们叫做热气资源 所以说这是一个硬件 经过多方考察 专家们把澳洲坚果的新家 选在了云南省林仓市 这里远离沿海 不会有台风出现 再加上这里有独特的地域小气候 很适合澳洲坚果的生长 就在种植户们静静等待澳洲坚果开花的时候 树又出问题了 白蚁来了 云南省林仓市 生物资源十分丰富 白蚁喜欢在树干上做窝 这树还没挂果 很多树干都已经中空 甚至折断了 为了保证澳洲坚果的品质 种植户们不想用化学方式防治白蚁 那该怎么办呢 这逼着种植户们开始给树找大夫 他们找来的树大夫是当地的土鸡 这些土鸡野性强 人很难靠近 跑得也太快了吧 老师这有一个 老师那这有一只 你从那边 你从那边 这 快 这只 慢点 这只 一 二 一 白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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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老师 在这里 厉害 还有钱 对 抓到一个 太猛了 这鸡 野性十足 这一上午就抓到这一只鸡 这些土鸡之所以被请来当树大夫 有一个重要原因是 他们爱在树上生活 这样一来 树上的白蚁就无处遁形了 鸡在园子里自由活动 自由采食 不仅把树上的白蚁给捉吃了 连地下的小虫子也帮着消灭掉了 小虫的话它会破坏植被的生产 所以说鸡和菁果这样结合的话 人工就不用去捉虫了 靠那小鸡就给它捉 把虫子给吃了 对 种植户们还可以靠着养鸡 带来一定的收入 在澳洲坚果园里养上土鸡 让土鸡来消灭白蚁 确实是个既生态又有收益的好办法 但是这鸡也不是想放多少就放多少的 最初的时候 种植户们按照一亩圆子 300只的标准来放鸡 结果产生了新的问题 这个鸡它晚上睡觉 它要找一个树 它刚好跳到那个树上 那个枝丫上去休息那个地方 正好是我们坚果的结果汁 它在上面采啊采啊 或者是小果有环道大 不注意的时候可能就会 对 会解草产业 当地的土鸡很有个性 晚上睡觉的时候喜欢上树 这一上树不打紧 把枝干上的树芽都给踩掉了 这些鸡不仅破坏树 这地下的草也被鸡群该吃的吃 该啄的啄 甚至有的地块已经裸露出了土壤 如果土地继续大面积裸露 一旦遇到极端天气 这对于坚果树来说 可是致命的危害 一个果园最宝贵的财富 不是树 是土壤 如果我们没有保护好的话 水土花了 你就把它冲走了 在林仓 有八成以上的区域是山地 澳洲坚果种在了这样的山地 坡地上 如果土地大面积裸露 保水保伤能力就会大大降低 树体营养会严重不足 看着鸡的数量太多了 果农们就开始不断地缩减 坚果园中鸡群的数量 现在他们发现 每亩果园只要放上十几只土鸡 就能够解决白蚁的问题 并且地上植被还不会受影响 他们在裸露的土地上 重新撒了草籽 要恢复本来的植被环境 我们现在是提倡这个水土保质的技术 是在寒间是要让它养草的 一定要刻意保留 那么只有在自然的 就说这环境大家才能生产出好的果子来 没有了白蚁的危害 再加上适宜的生长环境 澳洲坚果树长得越来越茂盛 有些树甚至长到了15米高 就在种植户们 为自己坚果树的长势高兴的时候 陈于秀却对坚果树下起了狠手 澳洲坚果树本就属于高大桥木 这长得这么粗大的枝干 为什么要下狠手砍掉呢 你太挤的话呢 它全部加烧在一起 阳光进不到这里面来 不会开花结果 如果没有阳光照进枝干上 就很难开花结果 为了能让阳光均匀照射 陈于秀逼着种植户们 必须严格控制树干的高度 澳洲坚果修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非常专业的 树的枝条不是所有都有结果枝 我们叫做生殖枝和生长土展枝 那土展枝呢 它不但不结果 它还来抢我们的阳光 抢我们的阳光和养分 把树干高度控制在五米左右 这样树体遇到风雨 也不容易倒掉 那些又粗又大 不会开花的土长枝 在每年开春的时候 也会及时的修剪掉 我们就要把眼分 阳光 空气 它所有需要的条件 都集中在它的生殖枝上 就接住在它的果上 经过陈于秀和团队的不断选育 培育出了适合在我国云南地区生长的 坚果品种 并把果实的结果时间 由原先的八年提早到了四年 2018年10月9日 农业农村部正式批准 对林仓坚果实施农产品 地理标志登记保护 现在坚果在我们这边 可以作为一个脱贫工具的一个物种 也是比较受欢迎 老百姓也是抢着药 但当我们这个基金的话 每一年我们能够供应在 50万到60万株准备出去 都是供不应求的 现在我国已经从澳洲坚果的主要进口国 逐步转型为全球重要的澳洲坚果 生产和出口大国 在这里也提示您 澳洲坚果对于生长环境的要求非常严格 目前主要在我国云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部分区域有种植 好了如果您想获得今天节目的相关信息 请您留意屏幕下方的联系方式 感谢您关注由政大独家冠名的科技院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在这里他们是猛兽也是环保新卫士 科技院下期讲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